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即将迎来一些喘息的机会 因为他们一直在观望 等待更好的市场条件来买房 现在终于有好消息了 根据BC房地产协会BCREA的一份新报告 加拿大央行极有可能在2024年晚些时候开始降低其基准利率 分析师普遍认为 央行的首次利率下调可能会在2024年6月的预定公告中公布 可能会下调0.25% 使利率从5.0%降至4.75% 这将标志着从当前维持的5.0%的峰值 开始降低利率的多年周期 可能在削减周期结束时最终降至2.5% 也不排除央行的首次利率下调可能会在2024年4月的公告中公布 央行已经明确表示 只有确信核心通胀率低于3%才会开始降息周期 这样他们就不必在削减周期后再次调整政策 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举措 2023年中期核心通胀率连续环比上升 2023年12月达到3.4% 2024年1月达到2.9% 2024年2月达到2.8% 至于抵押贷款利率预测 目前来看浮动利率预计将从2024年第一季度的6.6% 逐渐下降到2024年第二季度的6.45% 经过进一步连续下降 浮动利率可能会在2024年第四季度降至5.7% 并在2025年第四季度降至4.2% 浮动利率的更大幅度下降趋势将取决于央行采取的第一步 但一旦央行开始其削紧周期 预计浮动利率将在2024年底前下降约1% 至于5年固定利率 预计在2024年上半年将保持在7.24% 在2024年第三季度首次下调至7.15% 然后在2024年第四季度再次下降至7.05% 到2024年底 5年固定利率可能会降至6.75% 相应的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CREA最近也单独报告说 该国的房地产市场似乎正在出现拐点 2024年2月 全国范围内的房价持平 这是连续5个月自2023年底以来的首个月房价零变动 在过去的20年里 仅有三次出现了月度房价百分比变化的突然改善或增长的情况 BCREA还指出尽管加拿大似乎已经避免了预期的技术性衰退 但加拿大经济在各种指标上看起来相当不健康 这包括国家人均实际GDP的下降 与人口相比的低生产率 家庭和企业的负面支出 以及实际国内总收入增长疲软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据报道 多伦多市议会正在考虑征收一项所谓的雨水费 以及雨水折扣和一项水服务费 这些加起来可以彻底改变多伦多市 管理供水基础设施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 这项提案的本质是要解决多伦多市老化的雨水基础设施 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据悉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都市化 有效管理雨水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紧张 这不仅会导致洪水和水污染 还可能对公众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 多伦多市目前考虑的雨水费 其核心是激励市民负责任的使用水资源 同时为基础设施升级和环境倡议提供必要的资金 此外 这并不是第一次考虑这样的收费 早在2017年 市议会审议了一项对所有房产征收雨水费的提案 但是时任市长庄德丽领导的市议会 在投票中将其搁置 那么雨水费该如何计算呢 目前拟一的收费结构可能基于物业的不透水表面面积 也就是硬表面积 比如屋顶 车道和停车场 这些区域在降雨时会导致水流 将收费与物业特征联系起来 是希望鼓励多伦多业主投资绿色基础设施 比如雨水花园 透水落面和绿色屋顶 以便减少雨水水流 减轻城市基础设施的负担 根据雨水收费建议 雨水管理费用将从水费中扣除 雨水费将在水电费单上单独列明 根据物业类型 面积和印表面积小于一公顷的物业 雨水费按每平方米印表面积1.68元收费 雨水费的支持者认为 这符合多伦多成为一个更具可持续性和弹性城市的目标 通过投资绿色基础设施和雨水管理 多伦多可以减轻城市化对其水系统的影响 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此外 雨水费的收入可用于改善水质 保护自然栖息地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项目 从而使居民和环境都受益 但是这项收费提议可能面临批评 特别是其财务影响 雨水费可能对部分人构成负担 例如低收入家庭或小企业 他们可能缺乏实施水管理解决方案 或承担额外费用的资源 此外 还有人担心 实施和执行这项收费的复杂性 以及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比如房地产贬值或经济活动减少 无论如何 领意的雨水费是解决城市水管理和环境 可持续性紧迫问题的一种尝试 有关雨水费的线上公众咨询会 将于4月8日、11日和16日举行 市民们可以在线注册参加 您也可以完成一份在线调查 并提供反馈意见 对于这件事 广大华人网友也是吵翻了 有网友说 也许以后还会有呼吸税 应该征收体重税 体重越大的人碳排放越多 以后可以再发明下雪税、刮风税 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联邦政府去年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酒店 为寻求庇护者提供了超过1亿家园的失助费用 据移民部称 在2023年2月1日到2024年2月1日期间 近5000名寻求庇护者 被送往这座旅游城市的酒店 大多数来自宁瑞利亚、委内瑞拉、肯尼亚、土耳其和哥伦比亚 难民申请者平均停留113天 每人每天的费用为208元 这一年的总账单约为1.15亿元 根据该部门的说法 费用包括房间、餐饮、服务和安全 但他警告说 这个统计是不完整的 因为移民官员在2023年上半年没有完全监控这些费用 在2023年2月到3月期间 有关信息没有在一个中央数据库系统中跟踪 自2024年1月1日以来发生的费用尚未统计 因为移民部尚未收到大部分发票 据悉 代表尼亚加拉大瀑布选区的保守党议员Tony 今年2月在众议院提交质询后 这份文件于上周公布 尼亚加拉瀑布市市长Jim 没有接受采访讨论这些数据 但尼亚加拉地区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 涌入的难民给当地本已紧张的社会知识系统 带来了巨大的难以控制的压力 使资源紧张 报告写道 工作人员提醒说 本地的可负担住房几乎没有了 并表示严重担忧 寻求庇护者几乎没有住房选择 移民部表示 庇护申请者下榻的酒店由联邦政府资助 目前是移民部临时提供的 Global News询问了 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酒店项目将持续多久 但一直未收到答复 移民律师Santelk Delosius 上周在接受Global News采访时表示 我认为世界上任何政府 都无法真正阻止寻求庇护者的流动 现在的世界有太多动荡 随着安省和魁省将住房危机部分 归咎于临时居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增加 沃泰华政府面临重新检讨移民政策的更大压力 加拿大额今天周二表示将减少约17%的公司职位 因为这家奢侈品牌羽绒服制造商 希望在消费支出疲软的情况下控制成本 截至2023年4月2日 加拿大额公司总部共有915名员工 财员人数达到约156人 首席执行官Donny Reyes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今天我们正在重新调整团队 以确保公司资源能够满足目标 推动我们跨地域 跨类别 跨渠道的下一阶段增长 该公司还表示 品牌和商业总裁Carrie Baker将扩大其职责范围 负责监督设计 今年2月 加拿大额曾发出警告称 其在中国的市场未能免受宏观经济疲软环境的影响 因为消费者削紧了过度支出 而该公司在美国也看到了同样的趋势 最近超市里草莓经常打折 很多华人朋友都会买来直接吃或者做各种甜品 值得注意的是 草莓在连续9年的北美年度肮脏蔬菜榜单都高居榜首 据Business Insider报道 美国非盈利环保机构环境工作组织3月20日公布 2024年农产品农药购物指南中 草莓在最肮脏的12种水果和蔬菜中继续高居榜首 仍然是农药残留最多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羽衣甘蓝和青豆等蔬菜也榜上有名 环境工作所的报告分析了 美国农业部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对46种水果和蔬菜的47,510个样本进行的测试数据 两家机构在检测前都会采取预防措施清洁农产品 美国农业部会在清洗前对农产品进行去皮或擦洗 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只会去除污垢 尽管如此 报告人发现 所分析的农产品中含有254种农药痕迹 美国国家环境健康科学研究所报告称 美国登记的农药超过800种 其中一些农药使用量巨大 可能带来多种健康问题的风险 使用农药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包括增加肥胖、乳腺癌、记忆力减退等风险 然而一位独理学家在2017年告诉Business Insider 肮脏的12种果蔬的名单上 产品中的农药含量可能太少 不会造成重大后果 以上就是本期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